新一屆区议会选举将于12月10日举行 是重塑区议会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而今的区议会一大特色 就是各大政团、政治组织主打年轻牌 当中更有不少具高学力 甚至拥有专业资格 多名政界人士接受兼杂志访问时都认为 在爱国者治港下 议会秩序重回正轨 从而吸引一批有志服务社区的年轻人 更有政团视为新丁联兵场 刘少佳就认为 新选制下 为有志服务社区的年轻人提供平台 而议会的经验 也都为年轻人往后的事业发展 有正面的帮助 他们会改革之后 他们会不再建议斗争长俗 跟着很多年轻人 特别年轻人 会比较愿意去参与区议会工作 希望通过实际工作 来为地区服务 改善地区居民 居住环境、生活质素 以及社区设施等等 第二点是说 现在参与区议会工作 除了不为参与政治斗争之外 亦都是一种所谓锻炼自己的政治能力 以及公共服务难力 所得这种机会 因为如果能够在区议会工作上取得成绩 亦有利于他们逐步发展他们的政治事业 比如参加立法会选举或进入政府 或进入其他资金机构 当然 刘少佳就寄予 年轻人就算拿到一张入场券 都还要努力 因为放在眼前 还有不少的巧合 特别是这个 爱国者自狗 政治斗争减少 政治稳定 而大家都希望集中 在经济发展 融入国家发展大陆 以及改善民生这方面 能不能展示出勇气、魄力 担当 以及能够政治智慧 以及对香港国防员问题都熟悉才行 禁止区议会选举 民建联共派出多名新丁 参选区议会地区直选 负责民建联区选工作的陈鹤峰 接受兼要网访问时直认 区选为新丁练兵场 过往我们培养年轻一代 通常是在直选阶段 今次新丁练之下 有三个部份 大部份有力量的 我们都会推出去间选的位置 再资历深一点 就可能去了委任 所以年轻一代 我们认为他们需要透过直选的力量 去提升他们的政治水平 陈鹤峰透露 在外国者治港下 議会重回正轨 为民建联吸收了不少新血 事实上过往的地区直选 大家都看到是一个斗兽场 和一个反对派不断吵架 令到很多年轻专业人士 他们可能都因而却步 今次完善选制之下 其实你就会看到 年轻专业觉得 当他愿意去服务社区的时候 导致他更愿意走出来 对于政坛新一代的未来 陈鹤峰有这样的看法 今天不能只靠吵架 甚至不可以因为吵架 去做议员 你是要真的有真知却见 你是对社区的改善建议 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 你才能吸引到选民 所以我自己期望 让他们能够透过今次进入议会 去学习多些 虚心去向前辈学习 虚心去向市民请教 让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成为香港政治的新一代 另外近日新冒起的香港新方向 其立法会议员张恩宇 在访问中指出 在新选制下 对于新丁较稠 可以一试 因为以前的区域这么小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其实你想挑战他的门栏 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现在的区域大了这么多 我当你每天都在街上站 做街站 其实你都没可能被所有人都看到你的 这个时候 你具体的政策 你所代表的理念 以及你那个方向性 那个论述 就变了都相当重要的 我觉得这些反而就是 对于我们来说 是更加门栏低了 张恩宇认为 选区带更能从宏观及理性的角色 考虑问题 对于新丁如何成功突破 张恩宇指 自己就是一个模板 其实我自己当年在立法会参串 其实是怎样在一个 比较传统 和传统的平台 传统的力量 在当中 是找到的机会 找到自己的一个 找到自己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次我们 由五对人一起去尝试的 其中一个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